如果面对一只40吨的巨兽 作为食肉恐龙的你 体重只有7吨 你该如何捕食它呢 今天大魔王带你越变远古洪荒 一览十千岁月 认识一下这个一小七大的恐龙 高吉龙 高吉龙署名 Aquicon Death Therese 隶属杀齿龙的一颗的它 也是吉龙的近亲 没错 就是那个凋落神坛 杀伤力近几年直线下跌的渔夫 与吉龙的背脊支撑者皮肤不同 高吉龙的背脊较低 作为健壮肌肉的附折处 类似现代的美洲野牛 背部形成一个高而厚的龙脊 根据发现最大的高吉龙标本 体长11.8米 身高3米 体重更是达到了7吨 作为食肉木恐龙 捕食能力自然不容小觑 如果把高吉龙和霸王龙作为比较 你会发现前者的头骨比后者宽一些 这是因为霸王龙的牙齿是用来粉碎骨头的 高吉龙则是用来撕碎皮肉的 再把两者的前肢做比较 霸王龙的小短手显得坠鱼 而高吉龙的前肢弥补了牙齿上的不足 比霸王龙更锋利 那么谁又何其不幸能成为这个凶猛的捕食者的爪下王魂呢 1.1年前的北美洲 植物的木质化程度低 容易消化和吸收 所以吸脚类恐龙在大量进食的情况下 又能充分吸收营养物质 恐龙就会不断的吃吃吃 嚼都不嚼 身体从上到下堆满食物 这就突破了一个上限 反观哺乳动物要嚼 要反厨 嚼好几遍 吃下去的总量有限 所以一些恐龙自然能长高长大 而植食性的恐龙 星牙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头到尾巴根体长21米 重达40吨的他生活在白鹅级 接住上扬的脖子 让他既可以看到更远 又可以吃到高处的食物 一脖两用 因此让他拥有了所向披靡的超大体型 可神话就是用来打破的 高几龙的出现 终结了星牙龙的无敌传说 来自40吨的巨兽的诱惑 让这个活跃在白鹅级的顶级霸主蠢蠢跃动 以小博大你要干他必然是有风险的行动 但结果往往是丰富的 面对着比自己强大很多很多的对手 高几龙又是如何进行捕食的呢 勇斗必然不行 只能秩序 在打量星牙龙四周之后 高几龙走到星牙龙后面 利用对方移动缓慢的弱点 从侧面发起攻击 1.23米的头颅咬到星牙龙的脖子 当猎物企图逃脱时 高几龙用弯曲直爪刺住其身体 抓住挣扎的猎物 一旦猎物被紧抓到身体旁 高几龙便可以用嘴部尽情的撕咬他们 呃呃呃呃呃呃 罩你 再强大的体型也经受不住如此的痛苦的折磨 最终巨兽轰然倒下 自此捕食者也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享受胜利的饕贴盛宴 星牙龙身上超过40吨的肌肉和内脏 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支撑附近整个生态系统实物来源 可谓是惊落万无声 受死欲重龙 见识高几龙对巨兽的格杀 不免想到叱咋风云的几龙 由曾经把霸王龙干趴的威猛巨兽 成为了水中战武渣的腿短四脚渔夫 而高几龙因本身的知名度不如自家兄弟 自然只能在纪录片中一线1.1亿年前的雄兹了 真的可谓是遥想巨龙搏颈长 堵截厮杀成粮仓 纵然知名不如凶 依旧白恶可猖狂